这几天引发讨论的台北市高进健身中心 拒绝70岁以上的银法族入会健身 然而这也让74岁还是几杯瓦铃的 立委蔡同荣相当不满 她说决定要在立法院提案 健身房不得歧视银法族 而且为了展现她70岁依旧矫尖的体力 除了跑步30秒内 她还可以坐30下的仰卧起坐 身上短裤 卖宝鞋 早起运动的蔡同荣 这回还在运动衣上贴上早报头版 双阴辩论的报道 这可不是要帮两个人造势 这么费心就是要证明 74岁的她体力不输给年轻人 先从仰卧起坐开始 一秒 两秒 三秒 几乎一秒 一下仰卧起坐 不到30秒 蔡同荣就坐了30下 这体力连早起运动的人都赞叹 不只仰卧起坐 她每天还要跑上5000公尺 随身带着马表的她 让自己保持1000公尺6分钟的速度 40年如一日 长期保持运动的蔡同荣 即使74岁 体力不输年轻人 听到健身防疫安全因素 限制70岁以上银法族入会 蔡同荣觉得不可思议 要在立法院提案要求健身防不得歧视银法族 毕竟这样的规定 退休银法族真的无法接受 更需要运动的时候 那你去用年龄来否决掉的时候 我是觉得不妥啦 70岁以上老人家保持运动身体更健康 74岁依旧伸手脚尖的蔡同荣 就是最好的见证 明星文章旭 蓝宾州 泰伙报导